基辛格也承认中国的统一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所以他才会拐弯木角的说 中国大陆会用多种办法来削弱台湾自治的能力 他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自治 实际上就是当前这种不同不独的局面 这当然是中国大陆一定要设法去改变的 一定要让台湾向着回归走国的方向前进 这就是大陆经常讲的 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的拖延下去的含义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基辛格的悲哀 江河日下的帝国难行后来人 上周已经98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 他说中国大陆在十年内 不会对台湾发动全面攻击 但如果对抗继续加剧 大陆会采取措施削弱台湾 实质性的自治的能力 基辛格博士是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 因为高寿他经历了中美关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雨 应该说基辛格对于开创中美友好合作的局面 是有很大贡献的 当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 基辛格博士也经常出面来进行中美之间的外交斡旋 但是现在美国政府的这些官员们 对于中美关系的本质和重要性的认识 既没有基辛格这样的战略格局 也没有像样的政治判断力 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为了实现所谓的遏制中国发展 美国方面联合怂恿台独分子 一再挑衅一个中国的底线 这就迫使大陆不得不更加重视武力统一的准备 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 大陆并不是一定要动用武力 台湾已经孤祥海外七十多年 大陆一直没有使用武力 即使在今天 大陆已经完全具备短时间内收复台湾的能力 但是也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 实际上只要台湾当局愿意回到九二共识的立场 大陆是乐意用谈判的方式来实现走国统一的 并且在台湾实现一国两制的 不是逼不得已 谁愿意动刀兵呢 然而就是这样宽松的政策 这么良善的意愿 美国反华势力和台独分子都不愿意接受 基辛格博士站出来说 十年之内不会看到中国武力收复台湾 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判断局势 而是希望美国方面放清醒一点 不要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过度的刺激中国大陆 从而引发武力统一 基辛格博士为什么判断十年为期呢 难道十年之后 台湾问题就能够自动和平解决了吗 基辛格博士今年已经是98岁的高龄了 他是希望他的头子头僧们 在他的有生之年 不要让他为之辛苦奔波的中美关系格局 被彻底破坏 质疑他死后 哪怕是炮火连天 基辛格博士也看不见了更管不了了 当然了 基辛格也承认中国的统一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所以他才会拐弯木角的说 中国大陆会用多种办法来削弱台湾自治的能力 他在这地方所说的自治 实际上就是当前这种不同不独的局面 这当然是中国大陆一定要设法去改变的 一定要让台湾向着回归走国的方向前进 这就是大陆经常讲的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的拖延下去的含义 作为基辛格这样资深的政治家 当然不会看不到这样的大势所欺 也知道这样的事情是美国没有能力逆转的 所以他还是要把情况说给他的后辈们听 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 至于美国现任的政治家们 能不能听进基辛格博士的话 我感觉是够呛 最近二十多年来 美国当政者们的政治智商是一天不如一天 战略能力是一介不如一介 特别是从特朗普到拜登这两家政府 不但没有办法驾驭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局面 连最基本的治国理论都做不好 无论是应对新冠疫情处理国内的群族关系 还是推进科技发展 促进美国极头设施的建设 各个方面都没有拿出一件可圈可点的业绩来 连美国自己擅长的对外战争 这两位总统打的都是一地鸡毛 更可怕的不是美国政客们的能力差 而是他们不肯实实求是 在制定对华关系的时候 总是基于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和美国天下第一的傲慢 如果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 也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美关系 那就不会有什么乒乓外交秘密访问北京和中美建交了 我们并不知道下一代美国的政治家当中 会不会出现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样的战略高手 但是在今后的十年之内 活跃在美国政坛上的这些人物 恐怕还是要让基辛格继续失望下去的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